2013年7月29日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 在东京举行了一场 托具纳粹色彩的演讲活动 麻生太郎在演说中 以二战前的德国为例高呼 魏马宪法正是在不知不觉中 变成了纳粹宪法 和平宪法是当今日本现行的宪法 全称日本国宪法 1947年5月3号正式生效实行 和平宪法顾名思义 为和平所立之法 可是自和平宪法颁布以来 日本右翼人士就一直想要突破 和平宪法 如今以安倍晋三 麻生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 更是不断地叫嚣着 要修改和平宪法 而他们所要修改的内容 其实就是和平宪法的 第九条 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写明 日本国民基于国际和平和维持国际秩序 将永远放弃宣战权力 武力恐吓来解决国际纷争 即永久放弃国家主权发动战争 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日本将不保留军队 这第九条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 放弃战争 专守防卫 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保障和平的第九条 日本国宪法才被称为和平宪法 可是2012年 当安倍晋三再度当选为日本首相之后 他就扬言要修改宪法 而安倍内阁的副首相麻生太郎 更是抛出了学习纳粹修改宪法的荒谬言论 那么这些右翼分子 到底为何非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 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认为 这样一条存在 对于日本的所谓自豪感 民族的认同感 是一种伤害 所以有一种心理上的动力 要去推动修订它 麻生太郎呢 有一个外号叫大嘴政治家 他自己呢也讲呢 他说我这个人出身非常高贵 素养非常长 这一次的讲话呀 他说日本改宪法 不应该在狂乱骚乱中 这样去进行 他引着个例子 做辅助做旁证的时候 那你这个德伯 这讲的是大粹巴基斯的事情 你这个怎么好举出这样的例子 脑子里这知识点都是什么 我们说库存实在差了一点 他呢之所以敢于这样说 就说明了 现在日本的社会的政治氛围 已经到了麻木不仁 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尽管和平宪法已经颁布了近60年 但至今仍有不少日本政客认为 这部和平宪法并非日本人制定 而是由美国人主导 并强加于日本身上的 关于这一点 曾经担任过日本首相的 中曾跟康宏这样说过 日本必须修改美国给予的和平宪法 这是我一贯的信念 那么这部日本国宪法 到底与美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和平宪法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绰号 叫迈克阿瑟宪法 其原因就是 由于和平宪法的洗草人员都是美国人 然而出现这种局面 却并非是迈克阿瑟的本意 1945年在盟军占领日本以后 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迈克阿瑟 一跃成为了 七千万日本国民实际意义上的 最高统治者 迈克阿瑟非常清楚 他的任务不仅仅是占领 而是要重建这个 几乎被战争彻底破坏了的国家 他打算把美国式的自由与民主 带给日本 因此制定一部战后日本的新宪法 就成为他改造日本的重中之重 原本迈克阿瑟的计划 是让日本人自行直线 可是他的这种政治理想 却遭遇了挫折 并迅速被现实击得粉碎 1945年8月30日 迈克阿瑟带着他的部队 登上了日本本土 10月4日 盟军总部发出了 关于民权自由的指令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 对政治 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一切限制 同时要修改宪法 扩大选举权 迈克阿瑟这个人呢 是毫无疑问 他是很有野心的 那么他想成为历史上 战胜国对战败国 最杰出的一个战领者 一个改造者 所以迈克阿瑟到了日本以后呢 他是非常的勤政 夜以继日的 就是整天的进行工作 很少过这个节假日 甚至他也从来不参加晚会和招待会 可以说迈克阿瑟是一蒙心思的 要把日本这个国家 按照他的理想 按照美国人的标准去改造 为了将这场改革运动顺利推进 在迈克阿瑟的受益下 亲美的老牌外交家 碧原喜重郎出任日本首相 碧原内阁成立的第二天 也就是1945年10月11日 碧原首相便立即拜见了迈克阿瑟 碧原喜重郎呢 去见迈克阿瑟的时候呢 谈到了自己对宪法的修改 他说日本的国家 已经战败成这个样子了 已经没有能力再打仗了 已经被盟军给控制了 这个国家今后没有必要再去打仗 所以这个国家可以不要军队了 这个国家以后也不会再有作战权了 迈克阿瑟在回忆录里面说呀 他说他听完了这个话以后 几乎要站立起来了 要疯狂了 要流眼泪了 他说我们所渴望的不就是这个吗 可是让迈克阿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碧原首相只是说一套做一套 1945年10月25日 碧原专门指定内阁成员松本征治 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制限工作 但是这个被称为松本委员会的部门 却三个月不见动静 宪宪宫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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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民間組織也紛紛對新憲法的內容 提出了各種意見 日本共產黨明確主張廢除天皇制 建立共和國 社會黨則主張主權 由天皇和國民共有 自由黨主張保持天皇擴大人權 可是就在日本國內對新憲法 1946年2月1日意外發生了 這一天日本每日新聞的特訓 幾乎賣了個光 因為他搶先刊登了一份 松本委員會的憲法修正草案 而讓人們沒有想到的是 這份被提前曝光的 松本委員會制憲草案 幾乎就是明治憲法的番碼 僅僅是將天皇神聖不可侵犯 改為了天皇最高不可侵犯 松本征治這個人呢 他還是應該說有一點來頭 他原先是日本帝國的高等文官 也可以說是一個精英 他也擔任過滿鐵副總裁 那麼他的父親呢 曾經擔任過鐵道廳的長官 也就是說松本本人或者他的家屬 就是大日本帝國體制的一部分 那麼讓他去修改憲法 會是什麼結果呢 松本委員會拿出的方案 只是欣平裝舊舊 毫無心意 日本民眾大失所望 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更是勃然大怒 看來 碧原內閣只是陽奉陰違 依靠日本人自己制憲的想法 恐怕是難以實現的 也有苦衷 因為就在松本委員會 拖著憲法草案遲遲沒有出台的時候 1945年12月 莫斯科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 已經就遠東委員會的設置 搭乘協議 遠東委員會是由十一國組成 便於盟國共同管制戰後日本的理事會 這樣一來 不僅盟軍最高統帥 將被置於遠東委員會之下 並接受其領導 而且遠東委員會 也將修改憲法列入重要一時日程 這勢必會給美國 以自身意願修改憲法設置障礙 此時的形勢 已經不允許麥克阿瑟再有任何的拖延 那麼麥克阿瑟本人又會怎麼做呢 1945年12月 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 決定在第二年的2月26日成立遠東委員會 麥克阿瑟十分清楚 這個礙事的遠東委員會 肯定會對日本憲法指手刮腳 如今距離遠東委員會開張 只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麥克阿瑟當機立斷 緊急命令自己的得力助手 民政局局長惠特尼領銜 給日本憲法捉刀 這個遠東委員會 它就是要研究對日政策的 而在這些國家中 像蘇聯和中國 都是要求廢除天皇制的 而且要求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 所以美國人非常害怕 這個遠東委員會制定以後 會牽制這個修憲的過程 會有自己的意見 麥克阿瑟的盟軍司令部裡面 麥克阿瑟司令部辦公室 沒有這樣的牌子 而只有民政局可以什麼呢 在這個樓裡邊可以有一個 直接通往 麥克阿瑟辦公室的通道 而只有惠特尼有這樣的權力 可以直接進入麥克阿瑟辦公室 麥克阿瑟就對惠特尼 麥克阿瑟就講過這樣的話 我們所從事的工作 對於未來美國的幾代人 對於日本的幾代人 都要產生重大的影響 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佔領日本這件事情 是日本是美國的外交史上 從來沒有過的重大的政治事件 所以它不是一個簡單的 戰勝國對戰敗國的 一種報復性的形式 治療中的一種報復性的 主要與民藥 而是為了 中國2010 到了 之前所講的 而是 未來的 女主要製作 有種感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成了新宪法的草案 我们一直在讨论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在提交之前我们都是逐字逐句地讨论 我也确实参考过一些民间宪法草案的内容 这些内容在有意无意间 我都是受到过影响的 惠特尼就立即把这部宪法 就交给了盟军总司令麦卡瑟 请他过目 而麦卡瑟呢 仅仅纠正了一处拼写的错误 就交回给了惠特尼 让他把这部宪法给日本人 那么毫无疑问 也就是说麦卡瑟对他们的工作 还是非常认可 非常满意 就这样 由惠特尼领导的一群美国人 仅仅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 就把决定日本战后命运的 一部新宪法草案制定完成 可是对于这样一份新建法 日本人会接受吗 1946年2月15日 日本外相吉田茂接到了惠特尼的电话 他要与吉田茂会谈 并且明确表明 为了避免理解错误 最好参加者都懂英语 不需要翻译 吉田茂似乎预感到 有事情要发生了 于是他马上叫上了松本征治 以及松本征治的翻译 和一个叫白州次郎的人 白州次郎 迷义般的人物 曾留学于英国 深暗东西文化 是吉田茂的亲信 美国占领日本以后 白州次郎就一直斡旋于日美之间 在他临死之前 他一边烧着自己所有的档案 一边说 以后谁也无法了解其中的真相了 更加重要的是 这个白州次郎 是一个敢于捅美国人叫板的人 我们知道这样的人 直到今天的日本都很难寻 他可以像孙子一样 听麦克阿瑟的 他也可以跟麦克阿瑟发脾气 他把天皇送给麦克阿瑟生日时候的礼物 以及给麦克阿瑟老婆 儿子的礼物 一起端过去的时候 麦克阿瑟不接 放桌什么 很好 他就这么举着 你让我 你这个不接不行 这天皇的礼物 麦克阿瑟最后还是没有接 所以他站在麦克阿瑟办公室 高声大喊 我们是失败给你们了 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奴隶 像喊出这样话来的人 也没有几个 没多久 贵德尼就抵达了积田茂的腹地 他心知肚明 眼前几个人中 松本争执 英语比较差 不可能与自己当场争辩 外向积田茂 也一直很配合麦克阿瑟 唯一不知深浅的 就是那位英国绅士般的 白州子郎 惠特尼的当时就面对 这四个人就开了口 而且非常的直接了当 他就说 最高司令官呢 已经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原则文本 根据这个文本呢 我们整理了这份宪法的草案 提交给日本政府 我们并不准备对日本政府 采取强制的行动 但是最高司令官已经决定了 将新宪法交给日本人民 这样他们将有机会 自由地进行讨论 和表达他们的愿望 听到这里 这些日本人的脸 刷得一下都变得惨白 看着白州次郎 要喷出火来的眼睛 惠特尼迅速调整情绪 若无其事地走到花园里 一会儿白州次郎也跟了过来 惠特尼料到 白州次郎可能已经找到了对策 便不等白州次郎开口 就假装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没关系 白州先生 我们正享受着阳春的阳光 这句话原文是 Not at all Mr. Shrasafu We have been enjoying your automatic sunshine 其实真实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明媚的阳光 像不像原子弹爆炸 正好在此时 一架美军的B29掠过他们的头顶 好像在正视着惠特尼的这句话 向来敢于说不的白州次郎 最终还是放弃了抵抗 很快 吉田茂就将惠特尼 送来的这份宪法草案 递交给了首相碧元喜重郎 碧元首相仍然不甘心 他立刻拜会了麦卡瑟 试图寻求松动 但是麦卡瑟的回答很坚决 只有放弃战争 才能保留天皇 就在碧元喜重郎左右为难之际 外向吉田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提议 直接将美国人的草案 交给天皇过步 就像当初 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宣言似的 请天皇胜断 吉田茂 受着洋教育长大的 是不是啊 又是外交官 但是是个中军派 他即使是做了外务大臣 做了首相期间 给天皇写的东西 都是陈吉田茂 陈茂 都是这样的东西 可以说 战后维护天皇制 将天皇制传承下来 是吉田茂重要的工作内容制 而对于天皇裕人来说 当初波茨坦宣言也接受了 现在接受一个宪法 自然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 就这样 日本方面终于接受了和平宪法的草案 战后关于日本重建的这些博弈 它并不是一个像我们正常所理解的 在外交谈判当中 甲方乙方这样一个关系 而是根据战胜国联盟国家的意志 受处分的一方 因此他们一定要赢得 盟军占领者的信任 怎么去赢得他们的信任呢 通过宣誓和平 宣誓永久放弃 这种交战权 这个无疑 对于日本来说 是一个失败者的 非常有利的筹码 实际上这个道理 富有远见的吉田茂 早就心灵深归 自从麦卡瑟率领美军 占领日本以后 吉田茂就开始寻求 与美国保持一种合作的关系 因此他也非常注重 与麦卡瑟的私人关系 吉田茂这样的人 是时时刻刻在揣摩谁呢 麦卡瑟的需要和需求 麦卡瑟最喜欢的一条公司 吉田茂下令给农林产生的这个大战 拿着照片给我去找这样的狗 你这天下也真有绝的 还真就找到了 把这条狗送给到麦卡阿瑟家的时候 麦卡阿瑟和他的小儿子 为人他就狂欢起来 所以我说这种呢 日本人经常有时候 咱们现在讲起来叫狗外交 他会搞一点这样的事情 也正是由于吉田茂的苦心经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在吉田茂担任首相期间 日本不但恢复了主权地位 也与美国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 真正把美日同盟关系写入了合约 而战后日本也因此进入了一段 经济腾飞的黄金岁月 可是对于吉田茂的意图 日本右翼人士却不能理解 他们甚至看不到和平宪法的好处 反而绑架民意 宣扬这部和平宪法 只是一部麦克阿瑟宪法 妄图以此来修改和平宪法 恐怕连麦克阿瑟自己也没有想到 就在和平宪法颁布后 没有几年 日本右翼势力就开始挑衅和平宪法 而第一个公开表示 要修宪和平宪法的人 就是今天的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